啊 Ready Go 下一個下一個 Ready Go 哇 三千客一個人敗都沒有 唉 無敵好寂寞 哈哈 鑰匙 下一個輪到你了 蛤 來吧 換我 不管啦 今天要分出一個勝負啦 來來來來來來 Ready Go 到底還有誰可以做我的對手呢 在健身房已經沒有人可以跟我評敵了 我開始尋找強勁的對手 直到我來到了這個地方 台灣管理協會 沒有 這裡侵襲著很多可怕的晚利怪物 我要讓他們也沉浮在我的豪腕之下 誰那麼大膽 能在這裡給我喧滑 啊 我來追找台灣馬董事 亞洲杯萬利冠軍 蔡偉仁 就是我 啊 你們就是會長嗎 對 我在三間客已經沒有對手了 你們了解 無敵是多麼的寂寞嗎 無敵是多麼的寂寞 我跟你一樣 我 是誰能明白 我 是誰能明白 我 晚間 晚間 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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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不比最寂寞 我們 下次見 謝謝大家 抱歉 抱歉 這什麼東西 好扯喔 我剛剛是已經全力然後 硬住之後用身體的重量去帶一點 完全帶不動 不然我問一下會長現在體重多少 現在大概82 我78 差4公斤而已 我一點都動不了欸 好氣喔 該依你動作其實是漂亮 安全的 而且你不是只有用手臂在處理而已 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而已 你是用全身的力量在壓 其實腕力就是這樣 是全身卸調性的一個運動 因為我完全沒有學過腕力 但是以我的理解 我有練單手雲體就是這樣子掉著 手要很靠近身體這樣就是hold著 這樣卡住 所以我的理解是我把這個動作做好 我腕力應該不會差到哪裡 但我剛剛完全動不了欸 這就是亞洲杯冠軍嗎 委員會長除了是冠軍之外 他還是跨量前戰 聽說會長越級打怪 還把怪給KO 這是怎麼回事 一方面也是想證明自己 如果我一起去比賽的 剛好有同量級的選手 那我就把我的量級量給他去發揮 然後我再往上去挑戰 再看看 那我想問一下會長 像我剛剛已經用全部的力量 跟你們比腕力 我現在感覺我公斤這邊 肩膀這邊 手腕這邊好痠 像在訓練腕力的時候 有辦法一直練嗎 其實任何運動都是需要讓肌肉去休息 恢復的 一直練反而是反消 比腕力是像運動 你只要上錯 就讓你上錯就會想 所以你會用PR的力量去 對已經破PR了 那我想問一下會長 說實話 我剛剛的表現 我的力量 就是會長的力量 應該有跟健身的人也比過 我大概介於哪個階段 蓋依跟皮塔哥 都不在教力 啊你怎麼講出來了 啊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問一下會長 有多少網紅來跟您挑戰過玩力 我剛剛講的皮塔哥哥嘛 我講凱傑 喔 講凱傑 因為凱傑我沒有跟他真的比啦 一開始我都是請我們 有練習過的學員來跟他玩 所以我比較沒有感受到 真的力氣 像你一開始就是對我 所以我感覺到 蓋依是很有力量 你們可以看影片回放喔 他有一個地方其實是錯 他在壓的時候 左手也卡在桌上 所以你在怎麼壓 全身力量帶到 可是你會在這裡自己被自己卡 喔我被自己卡住了 對 你要把手肘離開 或者往上擺 自然的下來 那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坐得不錯的 一般筆碗力 剛接觸 它只會用到二頭的力量 那你給我的感覺是 你除了二頭前背 你已經酸到 肩膀 肩膀好酸 然後擴背 代表你的連結是很漂亮 力量的連結已經連到後半了 這一般要練到可以連結到後端 大概要花至少三個月的時間 那應該是你平常有在單手褲 所以知道怎麼把力量延伸到身體來 講了那麼多 可是會長一動也不動 喔我練很久啦 哈哈哈 如果你可以連到背的話 基本上可以有勸勸過 但是要跟會長比 要連到腳趾頭 對我可以連到腿 這樣子 哈哈哈 那我想問一下會長就是 我們沒有經過這種萬力專項訓練 所以我們其實會害怕比萬力會發生 可能手腕受傷扭爆啊 或是公骨斷裂的狀況 這是很容易發生的嗎 還是其實完全可以避免的 這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我必須強調 任何運動都有一定的意外風險存在 那為什麼我們比萬力一定要在 管力桌上用站的 因為在桌上裡面站著的時候 其實我身體是可以擺動是可以移動 我可以去調整 隨時調整我的腳步 再來 來這邊 我們第一個會教你說 怎麼樣安全的比萬力 安全的動作 先不要管輸贏 來這邊呢就是先學習 怎麼樣正確的處理 正確的姿勢 我們萬力的危險動作 一般萬力的直覺都是想要側壓 所以我們通常會很容易看到這樣子的動作 這樣子的動作我們的支點在這邊 但是旋轉的地方 會在肩關節 所以會很容易造成 弓骨的螺旋性骨折 這個是最常見的腕力受傷 一般我們看到 那種在酒吧啊 或者是上電視啊 玩到受傷的 都是弓骨的螺旋性骨折 都不會在前臂 都會在這邊 因為肩膀跟手肘 兩個支點去做反向的旋轉 所以受傷的地方通常會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去避免的方法 就是眼睛看著手腕 盡量讓你的手肘靠近你的身體 在做動作的時候 盡量是一起去做的 這是第一件 第一個動作 再來第二個很常見的危險動作 是我們的身體在用力之後會掉下去 或會想要用拖的 那這個時候如果對方在攻擊的話 一樣 手肘跟弓骨這個地方會受傷 所以我們會避免 盡量讓我們的肩膀不要低於我們的手肘 我們會喊他起來 至少要維持這樣子的角度 那一般在新手我們在比的時候 通常會建議手肘跟肩膀跟眼睛 盡量是成一個平面 去做攻擊 不管你是攻擊 贏或者是輸 都在同一個平面裡面 相對是最安全的 所以 第一個避免側壓 第二個避免身體掉下去 這樣子是最安全的比擴力方式 對 會長 我今天又準備了一個東西 小捲齒 我很好奇 怎麼樣的身體構造的人類 比腕力有先天上的優勢 那我想看一下會長手腕的粗度 18.6 該依你多粗 我肯定是沒有18...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但我的手腕是真的很細 哇 輸爛 大概17.6 手腕的粗度跟會長差了一公分 手腕的粗度在比腕力上 應該他還是有身體上的優勢 有 手腕其實不容易練出來 可是比腕力最重要的原因是 手腕跟前端的訓練 我也不是先天就有18公分 真的嗎?騙人 這個話講出來 很多男生要開始練了 可以練 真的可以練粗 來 十幾下教我就好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會長我知道在比腕力 很吃一個叫做身體的槓桿 所謂槓桿就是用在一個技巧 叫做TOPRO的技巧 越高TOPRO用槓桿的力 越有幫助 但是相對的 手臂短有手臂短的優勢 短有短的優勢 優勢也有缺點 我們會利用 像你們要包住 這樣的立臂最短 手臂越短 立臂越短 包住的時候 哇哇哇 突然 另外一種技巧 這樣就是用全... 好了沒啦 去吧不煩啊 比幾次 你根本沒有在跟我比好嗎 好 剛剛聊到哪裡了 那我們平常有沒有哪些 訓練可以訓練這一項 最直接的一個 重訓動作是什麼 踢碗或取碗 我拿器材試試看一下 來看一下器材 就是這個嗎 這隻小傢伙 這隻小傢伙 這個... 這可怕 吃的 哇 我們主要是要訓練 手腕的強度 所以這個有很多做法 我先講一個 剛剛講的題材 我們就這樣拿 把繩子放在我們的虎口 但是不要在虎口裡面 往前一點 在這個指節裡面 第三節 對對對 垂碗在上面 垂下去 吊起來 吊下去吊起來 你跟著屈臂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練到二頭夾的力量 重點是 做任何重量 我們都會把手腕先放棄它 再把它拉起來 放手腕 在一個卸力的狀態下 然後再用力把它拉起來 對 對 哦 好了好了 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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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人家都在認真比賽 哈哈 剛剛講的是題材嘛 對不對 現在是講說 手腕的旋轉 我們把它放在大拇指裡面 這一條是垂在我手腕上面 力量會 往這邊帶 所以我們在放的時候 我們會放下來 然後轉上 放下來 哦 轉上了 會長我看你已經都衝鞋了 然後你拿這個重量 然後叫我練 是不是我剛剛其實也消耗你很多力量 有一點 有一點 謝謝 把繩子 重量壓在手腕這邊 好 你先踢起來 先踢起來 然後往外翻 下去往外這樣 再上來 上來的時候勾一點 哦 勾一點 哦 哦 假裝這裡是聖父殿 有一個支點 什麼聖父殿 聖伯殿嗎 聖伯殿嗎 六哥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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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開一 馬上就立結了 因為我不熟悉這種動作 但我覺得 我明顯可以理解 為什麼腕力會變強 會用到很多 曲腕 對 各種曲腕的肌群 左手是冰的 右手是熱的 對 而且這裡 我兩次都放鬆 右邊很緊 沖斜了 這邊比較粗 變18公分 一下就變18公分了 一下就18公分了 等一下幫你變20 沒有 這邊女生很多 會長 哈哈哈哈 好那 兩個動作了 接著下來 我們來練習 這東西跟我認識的啞鈴 有一點落差 對 因為我平常啞鈴不會拿這麼大顆 哦 50 啊這個中間的槓 大概2.5公斤 用帥奶 大概52.5 52.5 我想一下喔 通常是我雙手拿來做二口彎曲的重量 哦 哦 你很厲害 我教你怎麼把它舉起來好不好 剛剛蓋伊有提到 槓桿的發力方式 那要把它舉起來 一定要利用支點 會長 我發現學員現在好像已經開始在上課 你拿這顆出來 他們突然變得很方近 這個50公斤 基本上就是你加入管理 開始訓練 大概一年內 我就保證你可以舉起來 大概就是我們中間的選手 可以單手桌面彎曲的一個重量 一年 一年 然後可以變成中階 舉了起來 我請一個六十幾公斤的選手 沒事 真的嗎 沒事來 請問一下幾公斤 你好你好蓋伊 你體重現在多少 快70 那你可以幫我示範一下怎麼樣單手把它舉起來 鎖緊之後 好 鎖緊 往後搖 好 所以等於你一開始就鎖住了 鎖住了 鎖住了用身體去帶起來 對對對 所以這就是練一個鎖力 槓桿原理 用全身的力量把它抬起來 你不要想說要靠二頭去舉它 很難 你一定要全身鎖緊然後 把它翹起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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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右手 中間的實力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聽到什麼 什麼蠻有實力的 Go Go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到一些蚊子在飛 欸不可能吧 這個 現場有多少人是有辦法這個動作舉起來的 有嗎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也就不用很慚愧了吧 你可以點名啊 真的嗎 真的 點名是不是 屁啊我第一天來 會長剛剛說什麼一年然後中間 有最好可以啊 你到底在期待什麼 該你找一個人來試看看 我找一個試看看嗎 我找一個試看看嗎 可以試看看 好 可以試看看 我還沒拿過什麼時候 你還沒拿過嗎 太好了 加油加油 不要漏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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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多久 練多久 四到五年 四到五年 合理吧 合理 合理 這沒有機關嗎真的啊 為什麼會那麼難 好 好 沒事沒事沒事 你知道我的寂寞了嗎 我在想 我剛剛到底在跟誰比玩 沒有 我們有一個更瘦小的啊 跟真啞鈴一樣中 不到六十號 如果擠不起來怎麼辦 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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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舉起來以後 來我們三千顆的 你都免費了好不好 好 直接IG敲我 直接我們去找你進來 好 沒問題 要死一下喔 沒有 開玩笑 比賽加油 比賽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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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空氣突然安息 那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平常在家裡 用這個 啞鈴 來做一些 管理的相關訓練 像一般啞鈴 我們都是兩邊等重 那我們刻意卸掉一邊 就是訓練 手腕 單向的強度 出界的話 我們靠近一點 去做 這種動作 或者是 這樣的動作 這兩個動作 跟剛剛前面 會長帶我做的 其實有點像 有點類似 就是要放手腕 然後再利用手腕的力量 把它撐起來 這個東西 可以練很多 可以練很久 像這樣 我們就可以 這樣去練它 這除了練手腕之外 還有練一個叫做 手腕的穩定度 手腕 帶起來 對 這一種 想要增加強度 想要增加強度 我可以握遠一點 握遠一點 握 差很多了 插一個拳頭 槓桿就差很多 會長 會長剛好 會長差不多 我極限大概就這裡 這裡 我覺得 大概訓練差不多 這裡 不太可能 不可能 這太難了 這太難了 你可以嗎 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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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Nice 來到萬力協會 讓我回想起 學生時期 男同學們總會在下課時聚在一起比萬力 當時我可以稱得上是班上的萬力王 但今天來到這 我就像是一個新手玩家被老手們上了一課 體驗到高手們互相過招力量與技術的比拼 所有人專注投入在萬力這個運動專項當中 不僅讓我回憶起在學時的幸福時光 也讓我再次得到了學習新事物的快樂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欣賞 台灣萬力協會萬力高手們的比賽實況 手指頭 我去接 好新手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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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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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誰贏 他贏 為什麼 因為他剛才這條線 他是靠他這邊的 對 然後當他的手腕 定於這個軸墊的時候 水平線的時候 對然後 他因為剛才前面是在這裡 所以我不能喊到 因為還不知道他勝負的地方 對那他剛才脫過去的時候這邊有沒有到 哇 我剛剛看你已經拉到整個肩膀已經很低了耶 對手比較厲害的 不是只有蠻厲害的而已吧 你們應該都是怪物等級的吧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有沒有第二組要來尬一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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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我大哥來 來來 好那我們萬利高手們的第二場實戰 來 來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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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是一個脫手的狀況 對 只要雙方是在正常狀況下脫手 我們都會進行一個放山 雙方在往自己拉的時候 對 攻擊的時候 對 假如說有一方他是屬於比較劣勢 敵於三分之二 然後才脫手 才脫手 就直接判輸 對 這就是輸 依靠勝負貼那邊是贏的 這邊的話是判輸的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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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肩膀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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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之後再繼續登記 達至這碗粒的人基本一定要會 謝謝你們 謝謝 你要不要量一下你的那個捲齒 等一下太扯了 你這個裡面是不是有藏東西啊 中流 我量一下 我量你的頂峰最粗的地方 41.5 16.5寸 我二頭巾頂峰 這樣量一圈差不多16.5 土派欸哇塞 我們還有一個全台灣最大的手 這個應該是名字 大手來 兩個大手 喔 別忘了 哇塞 等一下 這個手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這你抓我的頭頂 我感受一下 哇塞 還有更大的你要看嗎 你有沒有看過海參 你要試一下嗎 蛤 你要試一下嗎 好 那你不要突然太用力 好 那我小心 眼睛看著我 好 Ready go 我看過海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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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左掌身體靠 手左掌身體靠 往後拉往後拉 往後拉 你進看著 跟進去 OKOK 他是今年左右手雙冠 62公斤級的冠軍 左手拿一下 哈哈哈 你進看著你 你進看著你 Ready go 後拉 後拉 小心小心 哇 哇 蠻有力的 蠻有力的 我右手被會長 已經弄到壞掉了 我今天 跟62公斤的冠軍 然後跟亞洲杯冠軍 都比過萬利了 好值得 你是不是很想贏一場啊 其實 這樣好不好 在場除了女生 除了小朋友 你隨便挑一個 真的假的 讓你圓夢 最瘦的 最瘦的 最瘦最瘦的 最瘦的 左手 左手 都可以 左手 右手壞掉 好 真的嗎 那我左手 我右手比太多場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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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能出力啦 OK GO 多跑帥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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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手 右手 你不能讓我今天就這樣子 開開心心的回家嗎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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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蓋伊犯規 他左手沒有握我吧 犯規 沒有我發現 技術搞不了我搞心態 謝謝謝謝 你剛剛是被我的挑眉搞到心態 你剛剛是被我的挑眉搞到心態 蛤 還在入書 沒了啦 沒有了 沒有了 我被你們炸乾了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蔡委員會長 也非常感謝台灣萬利協會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萬利多一點的呢 那個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大家就歡迎點進來看一下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會長 謝謝 謝謝以後才來 我跟你說 你今天教我的東西 我會去練 到時候再請會長幫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進步 自己練很慢啊 來 我教你比較快 有點怨啊 有點怨 謝謝會長 謝謝會長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話要說 那說話就說話 手牽起來 我要說正經的 是 我們歡迎想學萬利 想認識萬利的同好 也歡迎身邊沒有對手 資料以萬利很強的怪物 怎麼會有什麼自然晚利 什麼什麼 好萬 什麼沒對手 很寂寞 不會有這種人 來接管吧 謝謝會長 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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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YA